水雞春堂碗 陰交夏茂凡 船船如野渡 梨落四江春 建府勤床席 香開九庫門 雍閒無一室 食弄小嬌孫 欸 這個是你的詩嗎 懷季的詩 好 來 水雞春堂碗 那這個水剛開始你就不要寫什麼呢 不用寫太吵 那五月的詩大概一個字不會太吵 然後重一點 你看 水 稍微這樣對不對 上來 這個短一點 但是拉過來這個稍微拉過去長一點點 變成這樣過來 水雞 拉過來 好 我把它寫成比較規矩的 反看一下 水雞 一二三 擠上去一點 不要讓它太長 水雞春堂碗 好 春就有一點斜度讓它往上斜 好 這樣過來 點 點比較活潑啦 春堂把它連在一起 好 這樣過來 因為它這個比較窄 所以我這個拉寬了 拉寬往外扣比較多 環 雖然沒有跟它連 但是它的筆去或者是末去也要連 超寬 跟它往外扣 好 這一句話比較沒有變化 但是沒有變化也是一種變化 陰礁 下木反 陰礁 下木反 陰礁 這樣就好了 不需要太寬 陰礁 這樣過來對不對 陰礁 礁這樣寫就好了 好 加油 下木 為什麼下木反 你知道嗎 夏天的草木生的比較多 長得比較快 木有時候可以拉得很寬沒有關係 有時候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過來 反 會比較大 但是 然後看 插空氣到這裡 好 這樣 這樣就好了 下木 好 周傳如也渡 周 周 我們就寫成這個就好 好 周傳 好 周傳 稍微翻 看過來沒關係 蘆也渡 蘆這個連在一起 這樣有沒有 連在一起 這樣過來 拉下來 好,肚怎麼寫呢?可以輕輕連 不一定要全部連在一起,連在一起有時候會亂 這樣過來,這樣過來 那這個可以考慮一個字 但是如果它底下的字太大的話就不好寫 所以呢,好,那我們就寫稍微小一點 這個是梨 梨怎麼寫呢?這樣寫 炒字,這樣過來 然後這樣過來 往中間靠 不能出去 如果你在右邊出去就會太重 梨肉 好,梨肉 這個肉呢,稍微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往這邊帶,平行它 然後往平行的方向往後 然後往前 魚肉 魚肉,四江春 好,四可以這樣寫 江春就寫中間一點 江 江 阿春呢,阿春往外扣一點點 然後上下 點 江春,漂亮 好,靜府,勤床室 那這個靜呢 往前這樣就好 還是靠中間來 為什麼我這個靜不把它飄出去呢 因為 因為等一下那個斧啊 要畫長來 要畫長來 比如說,靜府 這樣對不對 這樣 拉過來 把它用筆度 拉過來 好,靜府 行床室,行 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床 這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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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非常洗 這個有一點點問題 好,點 拉過來 我們這個是意外中的寫法 這個就不能寫 不用寫長 這樣就好了 香開九庫門 香 好 香 好 連著上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 這樣過來 拉過來 好 然後開可以把它連在一起 變成這樣子寫 好,有嗎 好,來 香開 九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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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拉到這裡 再過來 這樣 這樣 看起來就比較好一點 好 好 然後 雍弦五一四 雍弦 雍左邊 好 然後這樣再過來 這樣過來 拉過來 拉過來 有點轉彎 直的 從旁邊來 上面 點 雍 雍弦 然後可以這樣寫 雍弦 五一四 五 這個就中了 你看那個五有沒有 五一四 故意要把它讓它怎樣 比較重 然後這個就拉開了 這個拉開 你也可以用什麼方式來 可以把它用比較斜的方式來 這樣 可能會比較蓄味性 好 十弄小椒孫 十弄 來 十 這個已經活潑過了 這個就不要再活潑 十 然後弄 跑到這裡來 然後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小椒孫 中間 這樣過來 好 椒 陳老師你先休息一下 後來看就可以了 小椒 拉過來 好 小椒孫 可以接 你也可以接 這樣齁 這樣就可以了 你會說 啊 菜 這個孫本就是炒字 好 看一下肉款 因為它走成這樣子比較節約 所以肉款會比較多 但是還是兩行來齁 白居浴 植上 早下 對 早下 為什麼白居浴會到台東去呢 吃食尚便當 白居浴 植上 好 老師要吃飯嗎 老師要吃飯嗎 我去買給你吃嗎 倒一下 好 深 好 看一下齁 物須 枝 枝秋 這個拉長 這個秋有一點姿態 斜過來 有沒有 對 好 然後 請身 書 書 書寫下面就好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它整個下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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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姬水塘碗 陰椒下木帆 那這個椒不一定要一點 有沒有 這樣起來過來就是 武字都是這樣 王羲字都是這樣起來 好 桌船桌是草書 然後呢 如野渡 聖姬會把它連在一起 其實也可以連到這裡來 可是怕連太多了會亂掉 因為它剩下的其實還是有一個空間 所以你不寫的話就會太怪了 萬一它發給你是對開的話 你必須要把它寫完整 要不然有的人寫到這裡 其實是違規的 為什麼 我發給你的紙就是這麼長 可是你才寫 你少了這麼一段 不行 有的人就取巧 可是計較的會計較 不計較的你就賺到了 有的人就為了寫楷書 為了完整就把它寫 寫這麼小 中間上面只是空很多 可是我發給你是對開的 可是你才寫不到對開 這是不對的 理論上是不可以這樣 所以創作的人說 我是寫對開說 我一定要寫到這碗天地 好 遺落 遺落寺江春 這個寺有一個姿態就是它斜過來 它的重 擺在左邊斜下 還右邊再斜 就有一個姿態上的安排 讓它斜度產生以後 就有那種動態的感覺 江春 好 淨符 我剛剛講說 本來這個淨是要把它怎樣 可以變化或者寫得活潑的 可是這個符你要寫活潑的 兩個就會採用了這個雷似 禁似的情況下 就動態太多 或者是動了太多 就不一定理妙 禁符 然後這樣才過來 琴傳啤 但是這個啤本來 我以為是四 所以有一點變化就是 它是大的 那沒有關係 還是可以這樣 扁鬧再過來 一樣 皮順還是一樣 好 那為了平衡這個寬 所以這個把它寫重 窄一點 窄一點 讓它重一點 香開九褲 其實可以拉長一點 可是這已經很多拉長 不能拉長了 所以你只能這樣接過來 那個玄針把它變化掉 讓它沒有看到 轉化成為 拉過來接著一點 好美 好 其實這你們可以再拉長一點 其實會比較好 但是也沒辦法 這已經寫成了 好 雍賢 賢可以這樣寫 雍 雍然的雍賢 無儀式 因為如果我通常寫下來 真的就沒有一個重 或者是比較鮮的末 產生 所以我把它寫濕一點 讓它末色深一點 無儀式 好 石弄 弄可以畫長也可以點 畫長呢 因為這個很多場了 所以我們就是 所以用點畫 小焦 小把它寫在正中央 焦是往外擴 讓它往外跑 產生那個空間會大 寬比較好 氣勢會比較大 小焦孫 形成一個 部首之間的一個 所謂的不平衡 然後 這種感覺會更好 對 小焦孫 白焦孫 時尚 早下屍 或者是 落寬 左邊 右邊 左邊比較短 右邊比較短 左邊比較長 因為這個地方 如果你常 有一個叫做 下樓梯或上樓梯的 這個線 如果你是這樣寫上來 就感覺 視覺會被影響 所以你 產生了這個現象 讓它這邊短 這邊長 才不會有這種感覺 對 所以有點不沮喪的安排 這叫抹偏 好不好 對 好 OK